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,有一位名叫李渭的官员,他以忠诚和智慧赢得了雍正皇帝的宠爱,成为雍正手中的锋利之刃。 然而,这位曾经的雍正宠臣,在乾隆皇帝登基之后,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原本备受赞誉的李渭,在乾隆眼中却成为了一介雍奴,甚至在他去世后将他的庙宇拆除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中,大多数读书人都是通过刻苦求学,参加严格的考试来谋求仕途的。 然而,李渭的经历却与众不同,他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商骨家庭,虽然早年间也曾怀才不遇,学习成绩不佳,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,但家中的财富为他开辟了另一条官场之路。 李渭的父亲为了防止他无所事事,出去惹是生非,便拿出一大笔钱,为他捐献了一个无品员外郎的官职。 在当时,为了缓解财政困难,各个朝代都允许有钱人通过买官的方式进入官场。 这不仅为朝廷解决了财政问题,同时也给了富商子弟一个入室的机会,可谓是一举双得。 而无品员外郎的价格高达6200银,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,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是一笔巨款。 但对李渭家族来说却是九牛一毫,尽管李渭的官职是买来的,但他并非徒有虚名,在担任员外郎期间,他以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出众的政绩赢得了同僚们的尊敬,他的工作态度严谨。 对政务的处理总是细致入微,使得他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,由于他的出色表现,很快就被调任为兵部员外郎,负责军事物资的调配和管理,在这个职位上,李渭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。 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物资供应效率,得到了上级的肯定,接下来,李渭又被提拔为户部郎中,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,负责国家的财政事务,在这个岗位上,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,对国家的财政进行了深入的改革,使得国库收入稳步增长。 他的改革措施不仅提高了国家财政的收入,还减少了腐败现象的发生,这使得他得到了皇帝的极大赞赏,李渭不仅拥有真才实学,而且还具有大胆直言,大刀阔斧的风格,他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廷中的弊端。 对于不合理的规定和做法,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和建议,这种敢做敢为的魄力深得雍正帝的赏识,雍正一继位就大力提拔李渭,先后任命他为直立传道和云南延一道,在直立传道任上,李渭对当地的交通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,提高了交通的效率,使得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准确,而在云南延一道任上,他则对当地的延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 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,使得延业的生产和销售更加规范,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税收,凭借着过人的才干和敢做敢为的精神,李渭的仕途节节高升,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才华和能力,更在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。 正是这种精神,使得他在官场上屡创佳绩,成为了雍正帝最为信任和倚众的大臣之一,虽然李渭的起点比一般读书人要高,但他并非一味靠家世背景,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胆识在官场上一步步打拼他的精力证明。 即使是通过买官这种非传统途径入世,只要有真本事,依旧可以获得上层的重用和认可,在仕途上大展拳脚,在清朝历史上,李渭可谓是一位传奇人物,他的仕途经历了起起落落,最终凭借自身的才干和品德,赢得了雍正皇帝的赏识和信任。 起初,雍正赐予李渭一个重要职位,其中隐藏着考验他人品和能力的用意,作为一名官员,面对这样一份可以捞取私利的肥差,很容易堕落成为贪腐之徒,然而,李渭不但抵御住了金钱的诱惑,更大力查处私盐贩卖行为。 彰显了他的操守和勇气,在处理一起由布军统领厄尔齐引发的私盐贩卖案件时,李渭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公正无私的品格,尽管厄尔齐背景深厚,是当时朝中权贵厄尔泰的亲弟弟,一般人对他都是敬而远之,但李渭却毫不畏惧,直指其破坏律法,扰乱民生的罪行,他能如此大胆亮剑,一方面得益于雍正皇帝的支持,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怀有正义, 自身无任何污点,因此在揭发他人时无所忌惮,在调查过程中,李渭发现厄尔齐不仅纵容手下参与私盐贩卖,还利用职权阻挠其他官员执行职责,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威信和法律尊严,面对厄尔齐的权势,许多同僚都选择了沉默或明哲保身,但李渭没有退缩,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证据,还对厄尔齐进行了严厉的弹劾,他的行动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赞赏和支持, 因为雍正深知一个连结高效的官僚体系,对于国家的重要性,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,雍正皇帝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,厄尔齐作为朝廷重臣,其家族势力盘根错节,迁移发而动全身,然而雍正皇帝坚持原则,并未因厄尔齐的求情而放过其地,最终,厄尔齐被罢免官职,流放边疆,以示成见,虽然雍正最终仍选择网开一面, 但他对李魏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,李魏的勇敢与坚定,不仅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,更赢得了民心,雍正皇帝对此表示赞许,并鼓励其他官员以李魏为榜样,保持清正连结,为国家尽职尽责,功勋卓著,自然会获得重用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李魏先后担任了刑部尚书、直立总督等重要职务,作为直立总督,他管辖范围遍及天津、河北、河南和山东等地区,肩负军政大权,一般直立总督还会兼任兵部尚书、督察院幼督御史、太子太父等要职,可见其权力之大,责任也相当重大,然而,皇帝对李魏的信任是有充分理由的, 因为他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,就从一名威莫小利一步步升迁为一品大员,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可见一斑,总的来说,李魏之所以能在清朝这个权力漩涡中成为佼佼者。 既得益于雍正皇帝的赏识,更多还是凭借其不畏权贵,敢于直言,勤勉尽责的品格和才干,他正是那个时代清流的代表,是值得后人铭记的忠臣楷模,在封建朝代中,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关系, 向来是微妙而复杂的,李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曾经是乾隆年少时的老师,在东宫备受礼遇,然而,当乾隆继承大统后,这段师生情谊却渐渐消弭了,作为雍正最后的遗老和宠臣,李魏在仕途上可谓是驰骋有余, 他曾担任直立总督一职,凭借着过人的能力和连结作风,成功铲除了当地政坛的腐朽体系,在治理河道方面,他意见数良多,赢得民心,正是由于这些卓越的政绩,李魏在百姓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声誉,当地人甚至为他和妻妾们修建了庙宇,以示敬意, 然而,乾隆对这位老师却存有复杂的心理,一方面,他对李魏这位父亲亲典的老臣心存敬意,另一方面,李魏直率的个性和固执的做事风格又让乾隆颇感不快,所以在刚登机不久,乾隆就开始疏远李魏,甚至借故诬陷他与宦官勾结,尽管李魏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,乾隆还是给他戴上了雍奴、骄纵的帽子,极力贬低他的声誉,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, 反映出乾隆作为一代新军对权威的维护,他似乎认为,如果连雍正朝遗老这等人物都未能彻底打压,自身的统治权威就会受损,因此,他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扭曲李魏的形象,以巩固自己在朝野间的地位,乾隆帝即位之初,便着手整顿朝纲,试图树立自己的权威,在对待雍正朝旧臣的问题上,他采取了既拉拢又打压的双重策略,一方面,对于那些忠心耿耿, 能力出众的旧臣,如张廷玉等人,乾隆予以重用,以示皇恩浩荡,另一方面,对于那些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,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,李魏,这位雍正时期的重要大臣,因其直言感见,政绩卓著而深得人心, 然而,他的直率和忠诚也可能成为乾隆帝稳固权力的障碍,为了消除这一隐患,乾隆帝开始有意无意地贬低李魏的形象,他在公开场合批评李魏的粗鲁无理, 甚至暗示其在任期间可能存在贪污腐败的行为,这些言论迅速传播开来,使得李魏在民间的形象大打折扣, 此外,乾隆帝还利用文字欲等手段,对那些颂扬李魏的文章和诗歌进行严厉打击,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声鹤唳,无人再敢为李魏辩护,就这样, 乾隆帝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操作,成功地将李魏塑造成了一个负面形象,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朝野间的地位, 尽管如此,李魏最终还是难逃悲惨的下场,在乾隆年间,他虽然获赠了闽达的嗜好,但死后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糟蹋, 乾隆不仅下令拆毁了江浙地区为李魏修建的庙宇,更在朝堂上对其诽谤指责,彻底扭曲了这位连厉的形象, 这一切都是为了压制前朝以老的影响力,从而巩固新朝的统治基础,李魏的一生见证了封建社会中权力游戏的阴暗面, 即使身为一代先师,他的智慧与忠诚也未能完全抵御时代的洪流,在乾隆帝的统治下,李魏曾一度受到重用, 但权力的游戏总是变幻莫测,他的才华和忠诚使他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, 尽管他尽力辅佐乾隆,但最终仍不免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, 乾隆对李魏的态度复杂而矛盾,一方面,他欣赏李魏的才干,将其视为重要的谋士, 另一方面,他又对李魏的权力和影响力感到忌惮,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乾隆对待李魏的态度时冷时热, 难以捉摸李魏深知其中的风险,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,试图在忠诚与自保之间找到平衡, 随着乾隆帝逐渐巩固自己的权力,李魏的地位开始受到威胁,乾隆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 不惜牺牲李魏这样的忠臣,李魏虽然曾经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, 但在绝对的皇权面前,他也无法幸免于难,最终,他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中, 被迫辞去官职,流放边疆,李魏的一生,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换和人性的复杂, 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,在封建社会,个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帝王的喜好和权力斗争的需要, 在绝对权威之下,任何个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, 这正是我们要警惕的,其实,对于朱瞻基废掉结发妻子胡适, 张太后是不同意的,耐不住朱瞻基的强硬,所以, 当孙氏成为皇后之后,她和婆婆张太后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, 实在,张太后闽后贤,常召居清明宫,内庭朝宴, 命居孙后上,孙后常样样,这段话出自明史, 胡皇后传,意思是,胡皇后被废后,张太后很怜悯她, 常常召她来清明宫说话,如果内庭有宴会, 张太后仍然让胡皇后坐在孙皇后的上手, 孙皇后因此不太满意。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,张太后让废后居孙氏之上, 目的就是要打压孙皇后的气焰, 只是,自古以来的婆媳斗争, 只要丈夫站在媳妇这边,媳妇总能熬死婆婆, 张太后再不喜欢孙氏,奈何明宣宗朱瞻基喜欢, 所以,孙氏仍旧风光无限,宣得三年二月底, 朱瞻基宣布立当时唯一的儿子朱祁镇为太子, 由于朱祁镇的生母孙氏已经被立为皇后, 所以朱祁镇这个时候由庶子变成嫡子, 成为太子,可谓名正言顺, 可是,朱祁镇当时仅有四个月大, 朱瞻基完全可以等朱祁镇年龄稍大后, 再策立他为东宫储君。 可是,由于宠爱孙皇后,朱瞻基已经迫不及待了, 在大明朝,仅四个月就被立为太子的人, 只有朱祁镇一个, 朱祁镇也就成了明朝最年轻的皇太子, 且这个记录后期没有被人超越, 孙氏一共当了八年皇后, 他在宣得朝除了被婆婆张氏压抑头外, 并无不顺心之事, 他的父亲被风美慧昌伯, 他的两个兄长接受到朝廷的恩风, 他的族人也因此风光无限, 在此之后,朱瞻基旨和别的嫔妃生下一个儿子朱祁玉,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孙氏的得宠程度, 朱瞻基自己都曾说, 孙氏时有余年, 得意之貌冠于后宫, 只是牡丹虽然雍容, 但总有凋零的时候, 孙氏这种荣光持续八年之后便结束了, 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年纪轻轻便驾崩了, 宣得十年正月, 朱瞻基病重, 临终前召来杨世奇、 杨荣、杨璞等人当着张太后的面, 把年仅九岁的朱祁镇托付给了他们, 而后宴嫁,随后明英宗朱祁镇登基, 改四年为正统元年, 册封生母孙氏为皇太后, 从皇后变成皇太后, 媳妇终于要熬成婆了, 可是她这个婆上面还有另一个婆, 因为太皇太后张氏仍在, 所以在正统初年, 明朝正午由三阳主持, 内宫仍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, 孙氏依然被压制, 到了正统七年, 太皇太后在亲眼看到朱祁镇迎娶前皇后之后, 她心愿意了, 不久就刻然尝试, 这下没有了张氏的存在, 孙太后终于可以在后宫扬眉吐气了,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胡善祥之死, 胡善祥就是明宣宗的废后胡氏, 此前由于一直有太皇太后的关照, 胡氏虽然退居为镜次先师, 但一切待遇仍和孙氏相同, 雍正十三年, 雍正帝驾崩, 弘历即位, 视为乾隆帝。 傅察氏被册封为中宫皇后, 在册封诏书上, 乾隆帝写道, 皇帝嫡妃傅察氏, 公输姓成, 柔家宿住, 宫廷誓善, 赌敬顺义成欢, 捆耶传辉, 招俭秦儿宣骄, 洞府礼渡, 话恰贤辞, 一正位于中宫, 在乾隆帝的心目中, 傅察皇后性格温柔, 品德善良。 她精心侍奉皇帝的善事, 对孝敬太后, 遵守宫中规范, 倡导节约勤勉, 是一位完美的妻子。 而后, 傅察皇后帮乾隆帝管理六宫, 在她的治理下, 六宫肃然, 实在, 自妃嫔已至宫人, 无不奉法感恩, 心悦诚服。 不仅如此, 傅察皇后还懂得为乾隆帝分忧, 例如, 乾隆登基之初, 多地出现干旱少雨的情况, 乾隆心急如焚, 作为皇后的傅察氏, 非常理解乾隆的心情, 傅察氏整日起雨, 希望能缓解夫君的焦虑, 乾隆帝后来回忆说, 朕无日不宜与阳戏念, 献皇后食童此心妻也。 第二年, 傅察氏又诞下一位公主, 世经陶妖中说, 陶之妖妖, 有分其时, 至子于归, 以其家世, 意思是, 女子嫁人后, 为傅家生下孩子, 夫妻和美, 门庭兴旺, 傅察氏嫁给红历后, 虽然第一个孩子夭折, 但她们夫妻和美, 而女双全算得上是一气家世了。